宁德时代就一定有 还有比亚迪当然也是 所以这是不是就是要遏制 这些企业的发展呢 这个采购禁令 2027年开始实施 但并不适用于企业的商业采购 外媒就指出 这样将进一步的推动 五角大厦的供应链 与中国大陆脱钩 之前其实你看 两国中美两国领导人 还在旧金山峰会还有对话 结果呢 那时候都在说 这个还要继续的合作啦 那是不是 但是在开完会了之后 美国仍然还是不手软 继续要针对中国大陆 来打压来遏制 因为动不动都是认为 中国大陆对美国而言 处处是威胁啊 先请教一下接大使 因为它这个只是 国防部的采购的项目里面 禁止有中国大陆的 这六家厂商的电池 我想这个是 它的所谓的国防安全考量嘛 它不想把这些美国的军事装备里面 要使用电池的部分有中国大陆的电池 那么这个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讲 它也是有它的考量啦 对 对 不过影响会有多大其实不会太大 因为美国的国防采购 事实上它量没有那么大 不会说像美国的这个所有的这个 这些汽车工厂不能买 不能用中国大陆的 对 不过事实上美国事实上前一阵子 不是这个通用还是福特 要跟中国的这个好像是您的时代要设厂 福特 结果美国也反对啊 是 那个影响就大了 因为这个部分就表示这个中国大陆将来 在这个电动车关键零组件 进入美国市场 上来是会面临很大的一个市场的一种障碍 那这个影响倒是比较大 那国防部部分的话 它还能进它就进 可以它这方面另外也可以说 它向美国的 给美国的这个电子制造商一个机会 可是美国电子制造商到底现在有谁在制造呢 我现在一直搞不太清楚啊 因为光这个电池的话 有人说最大中国大概占了六成 美国有一家公司占8% 占8%嘛 因为中国占六成 其他大概韩国大概在两成 其他就是美国啊 所以它的等于就是说保护美国这些厂 这些电池厂吧 那可是中国的电池整个加在全球占有率是 市占率是六成以上 所以会对中国大陆有多大电池有多大打击 我倒是不认为是很大的打击 不过就是说商业上面的禁止啊 那个影响才大 那就是说美国 可是问题美国将来要走电动车这个方面的话 它电池是不是有足够的竞争力呢 对最近美国有一个大消息 到处媒体都在报 就是美国中西部这个大风雪嘛 寒流嘛 结果这个Tesla的车通通堆在那边 无法都变成怎么样 都变成一堆垃圾 因为它无法充电 因为气温太低了 那Tesla的电池我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 大部分还是进口的电池啦 那不过Tesla不是要做这个超级电池工厂吗 好像也只听到声音没有下来 没有楼 没有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那电池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现在还是遥遥领先 那会不会因为美国这个国防授权法案的这个 我觉得影响不大 倒是将来就是世界各国 尤其大的汽车市场 它对中国这个汽车的电池 设置贸易门槛的话 那会限制中国将来整个电池业的 所谓的市场的扩张或者进一步的提升升级 都会有影响 好 亮哥刚刚有听到我在说 这个采购禁令是2027年实施 现在2024也就是三年后 为什么要三年后 所以是假的 什么意思 不是啊 因为现在他可能买不到 或者是美国的太贵 所以他表示他有 他有在follow拜登的order就这样 事实上中国大陆最近 不是说有那个三大样吗 这个太阳能电池 电动电池都是其中的项目 那美国就对三大样很警戒 这个叫不自量力警戒 这有什么办法 他那个公司就是比较贵 性价比比人家贵 又比人家差 那你硬要买你就去买 那你的绿能的发展就会受到障害 因为这个绿能的建设 你的那个成本当然是要讲究的 那你买贵了你当然 因为美国每个城市的预算 都是有限的嘛 对啊 就是这样 这很现实啊 台湾跟土瓦鲁的邦誼 有可能产生变化了 因为大陆有可能可以再次提出 人工岛计划 去拉拢土瓦鲁这个国家 所以那现在还有两个南太平洋的邦交国 分别是帛琉跟马绍尔 都是气候难民国家 是不是越来越往下沉 要被海洋淹没了 因此现在接下来 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如果有这样的能力实力 那可能连这两个国家 都真的有可能转而 向中国大陆寻求合作协助吗 其实不止马绍尔 帛琉 土瓦鲁 为什么马尔蒂夫 第一个就跑去找中国 马尔蒂夫也是这一类的国家 它全国最高的地方不到 比海平面高不到一公尺 所以如果真的海平面上升一公尺 就整个灭国就不见了 帛琉他们也都差不了多少 因为这些都山胡椒国家 那比海平面就高一点点而已 所以只要稍微高一点 他们就完蛋 那要怎么去解决他们困境 以前马尔蒂夫曾经 因为那时候马尔蒂夫经济状况还不错 曾经想说是不是给人家买一块地 但是问题是谁要卖 那现在对这些国家来讲 比较有可能协助他们 当然就是极箭狂膜中国大陆 可以帮他们做一些用人造的设施 看是不是能够挡住这些潮水 或是用其他的方式怎么样 让他们幸免于难 那这是对人家来讲 是一个危急存亡的问题 这个不是开玩笑 这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的问题 你看这个画面上这个船 这个是什么 天坤号 教导神器 事实上呢 他这个重型刺航 脚膝是挖泥船 所以填岛可以靠他 那世界上就是有这一类型的 基建能力的国家 真的是寥寥可数 中国大陆就是其中最强的 所以对这些国家来讲 他们一直在跟外国外 发出求救训话 特别是对美国 可是美国 就像刚刚亮哥讲 美国没有这一方面的能力 想帮也无从帮起 那我觉得有的时候 不单纯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 生死存亡的问题 那再加上 我说真的 这些国家当初会跟我们好 也不是因为喜欢台湾 也不是因为真的知道地球上 有个地方叫台湾 纯粹就是美国在中间引导 美国一直希望这些国家 跟我们维持邦交 然后能够凸显台湾的存在感 那现在这些国家 为什么慢慢一个一个去 当然中国大陆的崛起 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美国的力量正在减弱 美国不断的威力在衰减之后 这些国家认为说 我现在好像跟着你美国 不如去跟其他国家 可能对我国家发展会比较好 而且事实上 美国本来近期 它是积极的拉拢南太平洋 从去年甚至在去年 一直在开这个会议 还把他们请到华府去 结果换来什么 他们说你要 你答应给我的援助呢 资金呢在哪里呢 还没到位呀 因为你看 刚布林肯去尼日 刚亮哥讲的 才带1亿多美金 尼日多大一个国家 土阿鲁才这么小一丁点 中国大陆准备弄4亿 你说这个 这个投资的差距是多大 那个上百倍的差距 泥市的人口2500万 是啊 土阿鲁才几个人 1万多 对啊 所以你说 光是这两个国家一比的话 是不是尼日的人都要垂心肝 我到底跟你 跟你在一起有什么好处 所以我觉得 这是人比人气死人嘛 那我们 其实应该很严肃的去面对这个问题 而不是像吴钊燮现在这个 又这个态度说 我才刚跟他们总统讲过 我们两个邦誼永固这段外界谣言 又来这一套 问题是你每一次这样说完之后 接下来人家就断交了 然后你又被人家偷袭了 你又震怒了 你又说这一家忘恩负义什么什么 那讲这些有什么用呢 我觉得就老老实实面对现况 看我们到底能不能补救 如果不能补救 至少让大家有个心理预备嘛 不过我看 我们已经被 整个民进党训练的 大家都对这种事情完全无感 因为反正已经断了十个嘛 再多断一个 其实十跟十一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对大叔叔人来讲 没什么差 真的 那你看那像现在图瓦鲁 是不是真的可能 要转而跟这个中国大陆来建交 就谢大使的这个经验 当然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嘛 大陆就是有实力 你要什么我可以协助 你要的我可以给你 那我就在我的能力范围提供 那现在刚刚我们就谈到了 人工造岛的计划 确实是一个蛮大的诱因 不过如果照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一句话啦 是不是真的 诺鲁之后 连土阿鲁也不保 大使你看 这就看土阿鲁要不要拿下来 对 就是说大陆要不要拿下来的问题 这就是筹码要下多少柱的问题 那你的意思是说 对 就看大陆要不要 美国可能 就算他希望积极拉拢 也办不到 美国那你要拿 你也要下柱啊 你看你愿意下多少柱啊 你总不能挡土阿鲁的财路 对不对 土阿鲁发展的机会 你如果提供更好的话 要不然你就耍流氓啊 你对这些国家 你怎么耍流氓呢 对不对 人家说我是主权独立国家 是 你美国能够公开耍流氓吗 不行啊 那就是说 那你要挡土阿鲁财路的话 那你为什么挡 对不对 那你挡的话 那你是不是能够提供我补偿呢 对 这是美国要出手的这个原因 那这里面 其实土阿鲁跟这个澳纽的关系都非常的深 对 澳洲附近有一个叫库克 库克群岛 库克群岛 那个是等于是澳洲在指导 纽西兰在指导他的外交 离土阿鲁最近 所以土阿鲁有大部分人口都住在纽西兰 纽西兰 住在纽西兰很多 当然他这跟外交 在外交上跟澳洲关系也很深 那以这个诺鲁的例子来讲的话 澳洲不是讲了吗 对 他说诺鲁要跟中国大陆建交跟中华民国断交的时候 他有先知会澳洲 澳洲觉得他跟诺鲁关系有改善 是 因为为什么以前 这个索罗门群岛跟大陆签这个准军事协定的时候 都没有通知澳洲 那诺鲁要跟台湾断交有通知澳洲 所以澳洲说这是他们关系的一大进步 对 对 不过事实上的话我觉得当然澳洲他可以去影响 可是他也没有办法主导 那这个还是图阿鲁有他自己的国家利益 主权国家嘛 主权独立国家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现在图阿鲁的问题就是一个怎么讲呢 又是一个你能不能拿出对他国家很有吸引力的方案 这些都是经济还有建设的这些方案 那比如说帮他的造岛 这就对他很有吸引力 对 因为图阿鲁是很怕整个国家被上升的海明面全部消失的 他有些岛已经消失了 这些国家不是一个岛都是几十个上百个岛的 他有些岛已经没有了 对 所以他们这些国家对他这个 这个国家能不能存在 是很在意的 所以这个造岛的这个能力很重要 你知道以前我们跟东家为什么断交 那个东家国王突然有一天说他想登陆月球 他想搞航太 他也要搞月球计划 他想搞航太计划 想发射人造卫星 所以台湾没办法就跟大陆 就这么简单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